5月12日上午 西藏航空一航班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 出现异常偏出跑道 飞机起火 目前 所有旅客和机组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 受伤人员已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看到 事发飞机火已被扑灭 飞机左前侧乘客出入口附近有明显黑色烟熏过火痕迹 飞机周围停放了数量消防车 消防员围在飞机周围作业 乘坐事发航班的乘客龙安全告诉记者 飞机起飞时正在跑道上滑行 突然飞机向右侧倾斜 然后听见巨大异响 随后飞机出现了撞击 机上多名乘客受伤 他正和受伤乘客在医院接受救治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通报称西藏航空TV9833航班重庆致林支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偏出跑道 航空器机头左侧起火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迅速启动应急救援工作 公安 消防 医疗等应急救援力量迅速赶往事发地处置特勤 全力保障机上人员生命安全 110番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其中40余名轻伤旅客已送往重庆市内医院救治 目前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恢复正常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